大家好 今天是6月2日 星期三 市有少少反复 为何 由5月14日的低位27715点开始回升 到今早暂时的高位29490点 期间累积升幅有1775点 有少少高台消化 根本很正常 而最关键的是 指数虽然摇摇到接近29500 但成交金额不配合 大家想想 今年一月份是由头升到尾 指数由27079升到月底的30191 因为当时成交金额2000多亿 但考虑到现在的环境 指数上到29500左右 但成交金额不外乎1000多亿 即是动力方面不太配合 这点大家要留意 再说 6月份暂时来说 是由6月1日的29,036 升到2日的高位29490 形态好像先低后高 但记住 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加上454点波幅 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简单说 高位没有成交 事必影响大市的升势 即是未来这几个交易天 指数可能会进步反复 甚至回市昨天的低位也不顶 不过不要紧 只要一百天线不失 整个逐沉顶形态根本没有变 根据 根据